XD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鬼鬼 今天來玩點星鬼星存哲 現在版本的已經是0.6.103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我們之前在新地圖解鎖的 隱藏異次元關卡呢 這邊已經直接可以選擇了 這個時間只有5分鐘 移動速度加25% 它也可以開合理模式欸 但是 欸 加速 那時間就剩2分半 那一樣可以用卡片 那這個呢 特別的地方是 如果你想用死神 因為死神跑最快嗎 沒有 關卡中沒得選 所以不用死神快速的通關 5分鐘而已 那破碎死神可以嗎 破碎死神也不行 那這個我們另外一隻 這個雷達隱藏角色呢 這隻也不行 boss級的這種特殊都不行 所以只用一般的鬼也可以嗎 哎鬼也不行哎鬼不行呢 為什麼 哎 他能選擇的不多哎 哎我看一下還有誰可以 熊貓 哎真的哎 特殊角色都不行哎 這鬼魂其實都算特殊角色 因為這是 呃彩蛋才有辦法得到的 那最新角色之前的狗狗 狗狗也是可以的 那這關我們大概就是跑速快一點的 像這個一開始就有加個40% 那不然就是 呃 能力會被拿走 然後呢 呃 哎奧術隊我奧術也沒得選哎 所以我就只能一路衝哦 沒得奧術選 那 要撿東西 我在這裡撿到時間暫停的話就很幸運的啊 波斯來了 我能撿到時間暫停的話 那是不是選運氣高一點的比較好 哎我知道了 我們的詛咒值可能不能拉太高 這裡哇 我開不到那個選單也不知道詛咒值得有多少 所以呢 想辦法活下去了 不行呢他這個補血補血沒得補血 哇我們這一隻好像也撐不下去 什麼角色比較適合呢 哎這也沒辦法復活哎 我的復活能力也是直接被拿掉哎 但因為我們在裡面呢 等級大概只有1 我會吸到經驗值嗎 我來試一下 我們這邊卡片剛是沒有開啟嗎 沒有 沒有 好我現在用閃電 經驗值倒是沒有 所以選這個聖女拉 或是這個閃電應該還不錯吧 一路電到底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冷卻 一開始是減少95%的 來了來了 閃電 好 所以呃 修女的話公主啊算公主吧 範圍會增加 可是聖水就有點 在場地上比較慢 我們這邊要一直移動嗎 所以可能不容易 那這個角色我覺得目前應該是首選 這只直接電應該是比較快的 好了 那這次應該比較沒問題 我們就走 我這個要閃一下哎 他那個 他會瞄準你哎 他丟那個 這個到底什麼神物蜜蜂吧 你要閃一下 這個boss 不知道能不能打到他 我們電好像有電到他 上面不能打死他 哎有個肉 然後開始要自爆了 自爆有點麻煩 我們移動速度沒那麼快 給閃一下 哎 這裡有多長呢 5分鐘之內要走到盡頭 哎自爆太多自爆太多了 完了我們沒辦法跑那麼快 肉呢哎呦哎我被狙擊了 他會爆炸 我都電不到那個蠟燭 哇這死神什麼意思 要閃是不是 哈哈 哎哎對對對 哎哎哎哎 哎 等等哎 哎不是哎 哎其實好像死神可以跟著走 沒關係 死神不會碰到我的樣子 哎 很誇張哎節奏遊戲是不是 哎他直接撞我哎 哎還可以這樣的哦 哎你直接撞上我 我這樣怎麼閃 不過看一下結算畫面 這個詛咒應該是有影響的 因為他一開始會拿掉你的盔甲跟復活 然後還有皇冠哦 今天只會被拿走 所以卡片也被拿走 他剝奪了這幾個能力之外啊 其他都好像會保留著 那每次都要再開啟一次哎 因為他要把你剝奪走嗎 那喝綠喝綠會好嗎 你看一下剝奪走 總覺得作者最近不知道 刻了什麼怪東西 哎我這邊我這個也施架 哎撿到了 作者到底刻了什麼怪東西 啊我怎麼過去哎 哎 那一口咧我可以拿嗎 這什麼 哎 yellow scene 黃色記號可以讓你在所有關卡中 找到隱藏的物品 啊嘞這這有用嗎 哎呦 啊 在拍手哎 裡面沒東西啊黑的 啊 我會變成那個物品不會吧 他把我封印在裡面的物品嗎 等一下啊 怎麼了 怪怪的他整個倒過來了耶 哈哈哈哈 等一下這作者到底看了什麼 啊嘞 有什麼哎等一下東西變多了 啊該不是顛倒惡魔城的概念吧 哎東西變多了 我們的時間停止還有這個護盾 月桂夜都有進化道具了 然後還有四個新的視頻 蛤 太神秘了吧多了六個東西 然後成就呢 成就也多了四個 那這兩個應該就是時鐘進化 跟月桂夜進化變成一個斗篷 跟一個嗯 手錶嗎還是戒指 那哎啊他進化道具應該是新的東西吧 關卡中有嗎我稍微去看一下 所以關卡中隱藏的道具增加了嗎 看一下哦第四關 哎有哎等一下多了什麼那什麼 戒指 啊 還有紅色的東西 哎 怪怪的 我們再去別的地方 沒有關卡該不會都有新東西吧 第三關 哎真的有哎都有紅色的 那兩個好像要組合在一起 那戒指也是哎 哎 兩種戒指 我覺得那兩個應該是要一起收集到 然後才有辦法進化 我們的那個 先停止了 或是我的有一個頁 那再來 圖書館呢也是最左邊最右邊 哇所以他兩邊跑哦 這個我們是之前看不到的 那關卡倒是沒有倒過來啦 所以他要 其實也不算是顛倒惡魔城的概念 但就是可以讓我們找到 隱藏在關卡中的隱藏東西 好多層隱藏的感覺 第一關呢第一關本來就很多了哇 變成這個樣子 哎那如果我在 bonus 關卡 因為不能是 那個新的關卡一次有16個視頻給你拿嗎 那會不會這邊比較好找 啊也是在左右上下 都在最遠的地方 哇這次更新有點特別 作者真的不知道刻了什麼東西 蠻奇妙的哦 大家可以先去解鎖一下這個隱藏的 哦黃色標誌啊 然後之後我們再看一下 呃兩個進化道具到底有什麼好用途呢 ok 今天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大家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